主席人 主席情 专家的七天 给你拨感情 不惊疮 不惊疮 咱来合唱是命于伴 咱来合唱是命于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更紧台湾生命令》 我是大清 欢喜美兰 今天是4月22号 4月22号 在世界上面叫做世界地球日 在这一天全球有相当多的国家 大家都在呼吁说地球其实太浪费了 大家都是耗用资源不懂得节约 所以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行动 像今年的2012年的世界地球日 它的这个号召就是要号召什么 十亿个滤行动 这个滤行动我们是可以省水省电 那随手关灯 或者是说每天我们从饮食习惯来改变起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头 也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 我们这个粮食 我们的粮食因为浪费嘛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饥饿的一个状况 持续在发生 那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种出粮食的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我们怎么样去关怀它呢 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在这个花联举办的幸福剧坊 那其中的一场 那我们在这个透过专家 还有大爱台的同仁这个资深的这个计划 熟利他出去采访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就是人类真的太浪费了 在海地有五百五十万人一天吃不到一餐 穷苦人家养不起小孩 宁可忍痛把孩子送进孤儿院 跑idades porque是我的声 flip球 不失敌 Empress 就还十足 declared 换一下 有什么事 是的 一屈 因为买不起食物 只能以泥巴饼裹腹 甚至有人为了等待发放的粮食 在烈日下排队好几个小时 甚至为了抢夺食物 发出报告 只为了吃一口饭 他们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但是在此同时 我们正一代又一代的 毫不犹豫把食物丢进厨域桶里 在海地 在印尼 他们食物是这么的一个匮乏 不过淑莉刚刚的影片中 你讨论到了一个 全台湾有180万吨的食物垃圾 那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 每一个人每一天 就是有丢出来200公克的食物垃圾 刚才主持人他有讲到说 我们丢的垃圾是一年用一公升的储夷桶装 可以堆成1017座圣母峰 你就会想 我没有多少那么多 那就是白人 后来呢 我就把180万吨拿去处理台湾的2300万人 再处理365天 我想哇糟糕 因为你一天只要丢掉200公克 等于你一天吃三餐 你一餐丢掉80公克的东西 一年全台湾人可以堆成1017座圣母峰 那我跟各位报告 80公克可能连一根香蕉都不到 我们常在家里半根香蕉吃不完 半个橘子吃不完 然后冰箱有一些菜丢到烂掉 水果丢到烂掉 我们常做这种事 可是我们想就一点点 可是各位 1017座圣母峰的厨余 就是我们这样堆出来的 我们丢出来的180万吨的食物垃圾呢 可以让海地人 对 海地人550万个鸡民 因为海地人1000万人嘛 然后他们有500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一天吃不到一餐 其实只要全台湾的人啊 每天省200公克 一年可以全部 就是让这些550万个海地鸡民吃到饱 这全球有10亿的人口 都还是在这个饥饿的一个边缘嘛 那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一年所生产的这粮食 是可以足足提供120亿的人口来食用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 食物分配不均的一个问题啦 那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土壤呢 也不断地一直在恶化 所以当我们回到了慈济 我们在不断地进行这国际赈灾的时候 每一年的这个物价一直波动 然后呢 大家说 哇 生活越来越难过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那还有就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这个是谢锦贵师兄 因为常年就是在国际赈灾当中 他不断地在食物啦 还有就是土地的一个关怀当中 他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什么都长 而且长得多是面包制作的物料 主机处公布2月份涨价最明显的食物 沙拉油 鸡蛋 奶粉 鲜奶都在其中 面包店老板说 过去一桶20公斤的沙拉油 顶多400元 现在涨到900元 面粉20公斤300元 现在650元 物料至少涨一倍 有的面包店半条吐司 还悄悄涨了10块钱 每天要吃的米 一公斤也涨了5块钱 家庭用的沙拉油 原来一瓶100多 现在涨到200多 北非中东地区 木铃花革命效应迅速蔓延 国际原油再度回到百元油价时代 油价忽高忽低 完全被动荡国家的政治局势给掌控 尤其是风火连天的利比亚 让油价站上两年半来的最高点 回跌幅度也有限 分析家表示 北非及中东地区持续动荡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掀起油价上涨 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提出警告 高涨油价还会带动粮食物价上涨 紫色药水斑斑痕迹 触目惊心 有的孩子脸上一层白色粉末 是杀菌的废子粉 嘴角还出现溃烂现象 在北朝鲜西部的 黄海南道省一所医院 医护人员正在为28位 面黄肌瘦的孤儿 在手背上戴上健康警示套环 其中将近一半是橘色还有红色 表示严重营养不良 没有适当治疗的话 恐怕小命不保 北朝鲜连续大雨重创农田 水患污染供水设备 更加重饥荒问题 7月以来雨季加上台风 又毁了至少八成的玉鼠鼠收成 一整根剥开来里面 竟然只有三颗玉米粒 大水让凉黄问题更新严重 政府配挤的粮食 每人每天100公克 这个数量是多少 走进居民家就知道 吃不饱大人咬紧牙关忍耐 成长中的孩子呢 很瘦啊 他已经六岁了 这个在我们在台湾 大概是只有三岁的重量 孩子瘦弱的让人不忍 此日宫深入北朝鲜 勘查了解 只盼能尽快把全球的关怀送到 去年我们大概送了一万多吨去 有44万人受到我们的帮助 但是刚刚那是去年 油米从500公克变成100公克 煮草莓 草莓就是用草莓切一切 那碗要给谁知道的 死的人 太太不敢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出去做工作了一整天回来 他肚子饿 那我母亲是要让他先吃的 你吃饱不吃了 有啦有啦 他吃什么说不出来 讲不出来 他讲不出来他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 这是去年的事情 但是我还很想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刚开始一出来有个画面 大家记不记得看到那个 那是2008年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现在看几个PowerPoint 第一张PowerPoint基本上是 我们过去在2008年之前 你看到那个小朋友 大概加个三岁就是他实际的年纪 他有一几岁啦 加个三岁大概就是他的实际的年纪 就刚才那个六岁了 你叫他一三岁 你会三岁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2008年 我们要去所谓的援助之前 幕僚一定要评估国际市场 到底米价涨还是跌多少 以前一公顿三百美金 下一张 在2008年的2月28号 大家看白色那条线 大米一公顿三百块涨到多少 涨到多少 四百多少 483 那当中我们要去发放 他不让我们直接发 还好他没有让我们直接发 因为如果要发我们就直接买了 各位 3月18号十八天而已 再跟他谈 快要成了 我们赶快再去问 米价涨还是跌 涨还是跌 你们都知道 过去的事情你们怎么都知道 来 涨到多少 七八八块 18天涨到七百零八块 到三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谈下来 还没有让我们直接发放 到三月底的时候是一千块 那时候跟大陆买 买不到米 跟越南买 买不到米 这是跟泰国去仿道的米价 这还买得到 Morgan Stanley预测将来我们可能是两千五百块钱美金一公顿 再来有钱会买不到米 那我们现在在浪费的食物是什么呢 我们再浪费可能再浪费我们将来的食物 然后有这么多的孩子吃不饱 那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 所以我是实际上从国际上发生这么多的灾难 我们到底有没有准备 我们有没有警觉 我们洗澡给我们教的 一粒一粒都要聚起来 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 如果能够真正的 这个让我们现在的生活 警觉到的话 我相信才是我们这些做国际灾灾之后 回来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我们的小麦跑去哪里了 其实就跑去做了这个所谓的再生能源 那跑去给这些猪啊牛啊当做飼料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那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人类需要很多精致的食物 看得太烂了 不要了 我要比较漂亮的 然后这个要肉食 它不素食 那所以这些过程无非都是形成的 许许多多本来可以养活 田温饱肚子的这些粮食 它的这个无形当中的一种成本的浪费 的确啦 当我们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头 那接下来我们要运送到市集 可能就是虚教有运送嘛 那运送如果保存在不当的话 就会很多的都一些腐败坏掉 所以这些粮食如何能够在地生产 然后呢在地提供 不过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迷思 就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希望吃又大又美又好吃的 煮得很漂亮 对 其他的呢 其他的全部都跑到这个变成垃圾或者厨余桶里头了 这个 对啊 整个它玉米好丑喔 对 对 太丑了 所以你现在就挑 挑一样一点 对 我们是玩弄协会者 一般消费者很少想到 为了让离开土地的农作物 变成顾客愿意采购的商品 背后得做多少牺牲 这是位在云林西螺的农产物流中心 每天下午 从产地运来的蔬果会陆续抵达 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分装 一篮一篮挑剪下来的菜叶 就是为了破掉瑕疵 让农产品能够完美上架 这个去无存精的过程 究竟会损失多少重量呢 好 试看看吧 你看有2900块 那这少掉550克 将近一台斤 一颗将近五斤的白菜 整理之后只剩下四斤 少掉五分之一 换句话说 每整理五颗白菜 就得丢掉一颗 一天满满三大桶的菜叶 就是蔬菜美容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去超市拍 那种快要集齐的 觉得那个东西很好 它蜜瓜多贵啊 哇 那个篱子好大 进口的多贵啊 可是那时间到了 它全部丢进垃圾桶 要丢之前 有些超市它会把它切得很碎很碎 然后再丢掉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它切得那么碎 脚获得那么烂 这样还可以让别人捡去吃 不是很好 它就说他们就是怕别人捡去吃 所以就要把它弄到那么烂 烂到你完全没办法捡 其实你会有很舍不得的那种心情 就想天啊 我在家里在冰箱摆个五天七天的东西 都比这个烂 可是他们那么好的东西 却要拿去丢 所谓我们看似很不起眼的 那它基本上 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存在 那它只是可能被虫咬了一下 或者这个菜叶看起来包起来 不是很漂亮 其实这些被剥掉的 或者是被丢弃的 它也是有办法再制造出 真的美味的这种食品 让大家是可以品尝的 的确 这个全球这样的一个食物浪费 像在英国呢 是全球数一数二 所以他们一年整个浪费掉的这个食物 大概有五千亿台币的量 平均就一户人家 大概浪费了三万块 所以我们都说物价节节高涨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个食物当中 我们来减量 所以在英国他们就邀请了知名主厨 把这一些他们所丢弃 厨余筒里面的这一些 还可以再烹制 再制的这些食物呢 把它煮出来 然后就邀这一些企业主来吃 他们说真的很好吃 结果呢 把那菜单一列出来就说 这都是从你们的厨余筒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就请他们呢 要从源头减量 怎么说源头减量呢 就是你销货量有多少 你进货量就有多少 这样子才能够 好像是追本溯源啦 才不会这食物一直浪费 那大家拼命生产 但是却有好多人因为买不起 那就在饥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了 英国有这样浪费菜单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吧 那所以在这个幸福剧房里面 我们也邀请了台湾素食界的这个主厨啊 这个等于说是第一把胶椅啊 洪师傅他还来现场示范 平常被我们家庭丢掉的一些 看起来像厨余的食物 那他也可以变成美味可口的菜肴 下手是站 今天红师傅要为大家示范三道白萝卜料理 分别取用萝卜筋 萝卜叶梗以及萝卜皮 第一道料理 萝卜三丝 是取用白萝卜中间的部分做成的料理 做法是依序放入白萝卜 木耳 甜椒到锅中汆烫 水滚后放入豌豆片 稍微汆烫后就可以将食材捞起来 之后将锅子弄干 加入一汤匙的油 一小汤匙将木爆香 将食材放进锅中拌炒 再加入一点盐巴 海带粉 胡椒粉炒过 最后加入一点开水和太白粉水勾芡拌炒 就完成萝卜三丝 第二道料理 雪菜豆干 取用的材料是萝卜叶梗 萝卜叶梗的处理方式 热水汆烫萝卜叶梗 再用盐巴搓揉它 最后用开水洗过 沥干水分 做法是先将豆干油炸之后放置一旁 炒菜前先放姜末 再来放入辣椒 萝卜叶梗 再将豆干放入锅内拌炒 加热后再加入酱油 海带粉 胡椒粉稍微炒一下 之后加一点水 让它入味 美味的雪菜豆干就OK了 第三道料理 豆豉萝卜皮 萝卜皮是主角 萝卜皮的处理方式 用盐巴腌制萝卜皮三十分钟 再用冷水洗过 沥干水分 做法是将油放入锅中 依序放入香醇酱 辣椒 碧玉笋 豆豉 炒到香气出来 再将萝卜皮放进去拌炒 炒到萝卜皮苦味出来之后 再放一点酱油体味 加入一点海带粉 胡椒粉 可以让味道更好哦 最后一样 放点水炒一下就完成了 看到这个红师傅 这样的一个示范 不晓得说大清廷会煮了吗 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会煮了 因为看起来就是放一点油 然后把这些所谓我们平常丢掉的 像这个萝卜皮 或者是萝卜的这一个 叶子 叶子 这叶子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在吃 雪梨红啊 对啊 所以这个观念 因为大家会互相影响 我们如果一架花 大家在吃饭 家人小孩父母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个感觉那个观念 就会互相影响 那真的要吃到饱 不如吃到刚刚好 那其实这个观念 也是可以教育的哦 来看看慈济小学 他们怎么教育孩子 早上七点 慈济中小学的庙善厅 就已经开始为学生们的午餐 而忙碌了 午餐的菜色 是由花莲慈济医院营养师精心设计的哦 天天变换不同的口味 为师生们的营养与健康法官 慈小这边的话 我们是以安全卫生 然后少油 少盐 少糖 为第一条件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打餐的时候 都有一个小小的默契 吃饭的时候比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呢 小 我们会依照自己的食量 来决定今天要吃的分量 每天我们都要把 饭菜全部吃光光 可不可以 可以 请问的欺负是什么 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懂得感恩再照顾 把饭菜吃光光 要爱洗东西 不要浪费东西 八分好 两分不忍好 我们每天都把饭菜吃光光 我们每天的厨余 果皮与果盒 它们可是大有功用呢 教员里面有一些落叶嘛 然后还有很多同学 他们中午用餐完 也有很多的果皮 那希望他们可以再一次被利用 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堆肥区 然后就定期的把这些果皮啊 树叶啊堆肥以后 再做一些灌溉的作用 我们的三餐取之于大地 把从大地来的厨余 变成还给大地的堆肥 为万物提供生长的养分 爱护地球要从自己做起哦 我们看到在这个慈小 不只是把饭菜吃光光 其实他们真的是 就是吃多吃少 刚刚好都嘟嘟啊后来 它最后剩下来这些厨余 还把它回归到大地里面 变成了有机肥咯 吃素当然是比吃肉食要好咯 为什么 因为吃素用的是最经济的阳光能源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人跟土地之间 到底它的连结方式是什么 那我们此大的邱宇如老师 他在这一方面 也给我们一个很精疲的见解 我们一定 我们要选的水果是什么 又大又圆的嘛 好 还有一个小黄瓜 小黄瓜一定不能是歪的 它要是直的 可是你们知道 就是为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在这个食物的运送过程 很多东西就会淘汰掉 白桃 不过同样的 我买回来了 放在自己家的冰箱 也是一样 没有好好的做时间管理的话 一个礼拜后 我们一样的就把它丢掉了 这又是一种的浪费 而且我毫不觉得心疼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 我真的 我想要请教的邱教授 会不会是我们跟土地没有连结 所以我们把食物丢掉了以后 我们真的一点怜悯 或是珍惜的心都没有 才没有心痛 是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人跟土地 其实是有一种很深的关系 但是在我们慢慢读绘画的过程 我们就离土地 我们人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人其实跟天地本来有很多连结 但是现在那种连结慢慢消失 我们只剩下会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赚钱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花钱 那这个很麻烦 万一你赚不到钱 然后什么就没搞头了 那因为要赚 因为要让你花钱 所以才要弄得那么漂亮 而使得我们不晓得这个东西 其实在生长的过程中 其实它是老天爷的一种 慈悲的展现 让土地可以养活人 所以像我在慈悸大学 我现在有开门课 我就带学生去种菜 然后让学生在学期出去整地去种菜 然后学期末去把那个菜拿来煮来吃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从那个眼神亮出来的是 真的可以从土地吃到东西 他们过去认为吃东西就是用钱去买就有东西 所以那个吃的东西等于钱 但实际上那个背后是从土地而来的 而如果说他知道说一块土地 我只要好好的去照顾它 老天爷的爱就会透过那块土地来滋养我 没有钱 那个滋养也还在 所以我常常觉得现在很多学生是草莓族 为什么草莓族 他的生活只剩下赚钱跟花钱 所以他看不到老天爷的爱 无所不在 你只要一块土地好好地培养它 他就会展现出来 所以让学生这样去体验 我觉得就可以培养出 老天爷的爱 其实是在土地中 你可以让它展现出来 而这时候他就会发现 原来好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这时候才不会养成这种浪费的习惯 如何能够找回跟土地之间 好像真的我们都说与大地共生习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直在金钱交易 真的是很难 怎么样去说都只是知道 但是无法去做到 对啊 为了从知道 跳脱到可以做到 那这个我们的为洋师兄 他就把他的这个所谓的钱 这个资产 他就是卖掉了 那卖掉之后 他就去有一块土地 他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那他想说放了 他要去行动了 行动的过程里面 他就说那他来当个农夫好了 来感受一下 跟土地的连结是怎么回事 那他在去年的3月11号 他就播种 那播种就是把这个稻子就播下去 那播下去之后当然大家都知道 去年3月11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嘛 就是日本的 东日本的这个大地震 那当然他就跑到日本去救灾了 那那个稻子就放在那片土地上面 也没管它 那所以但是这稻子后来到底变成什么样呢 待会会看影片 不过看影片之前有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右边有两株植物 对不对 大家猜一下 哪一个是杂草 哪一个是稻子 对 那猜中的 欢迎你这个来信 好不好 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红主厨的菜单 免费的email给你 那我们先来 接下来看影片 这我站起来 这叫做半农半X 不好意思 坐在说了 什么叫做半农半X 半农半X 我去那些财区 机会都没米充这 然后2008年有钱买不到米 所以那个时候呢 真的不好意思 爸爸留在台北的房子 我把它卖掉 在法院买一块块 那是我的故事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这么做 但我为什么 我想开始接触土地 跟什么 跟大地连结在一起 然后我要了解农夫 所以你知道 这个二旗道 那时候落后落几十天没 落到万火的时候 结果都打的 全部空包蛋 所以各位等一下 大家看到闻到这个饭香 是什么 是福寿罗吃完的 是那个从 还有那个盗热病剩下的 还有那个麻雀 这个布施 留给我的 提供牌收回去丹波 纯丹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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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这是二旗的米 12月24号收的 有一次有一个节目反问我 听说你是环保达人 请你明天节目跟我们讲说 那个菜要怎么洗 才能够把农药洗掉 结果第二天我去上他节目 我第一句话就讲说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洗 因为以前我也没有煮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洗 真的能够泡洗掉吗 就能洗掉吗 可是我那时候我想的是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有农药的菜 然后才来想说 我要怎么把农药洗掉 所以我用在煮说我没头油 不用化学肥料 煮得出来吗 奇怪 我现在煮出来 你们评评看 那只是不好意思 这些人太多 只是评评而已 如果要吃手 吃得比较快 那个是8月18号播的总 12月24号收割的 那现在刚刚才插的秧 寒流又来 那个稻子在那边含害 你只要看到那个清清绿绿的 那个农药 那个肥料撒下去的 那个 真的我看也很难过 因为 他在那好像加护病房室 你现在 如果是有护衣 他就在那里吃到 我不是 我都这样做 都这样散散 哎呦 都没水 我的蟋 都没水 没水怎么办 他就开始去土 就往地下开始去找水 往地下找水 以后台风来的时候 说实在 他导服性会比较 这个不会那么容易倒伏 然后他会很健康 所以小时候胖不是胖 这些所谓的有机 或是所谓自然农法 在小的时候 看起来这些稻苗 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可是长大的时候 因为我们吃的不是那个稻草 我们吃的是那什么 是那个米 所以 那些米 有大型有小型我都没见过 有败有水的 但是吃来都很香的 都很健康的 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 所有 我在说什么 请支持 请支持 就是 幽良 诚信的小农 感动 而且还是一个很快乐的农夫 所有的虫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在那里也没有虫害 它也要吃啊 所以我在那里最少有三种瓢虫 那里面还有那个水质 然后旁边还有环景质 你知道我们花园有的 那里很漂亮 所以你知道真的 你听到那个青蛙 你听到这个整个 感觉很像我小时候 看到阿嬷那种状况回来了 那种感觉很舒服 很幸福 我们刚刚有图片让大家看 到底哪一株是稻子 哪一株是杂草 大清你猜的是右边还是左边 你现在看到画面 左手边的这个长得比较好 有没有 它感觉上比较坚固 好像看起来很像稻子 那右边的这个 看起来就有点瘦弱 它旁边还有点枯枝那种感觉 但是刚才我是故意 这个引导错误的 其实右边那个才是稻子 因为稻子其实它是错落的 不会长得整排的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 常常在吃稻米 或者常常在吃可能 这个小麦的制品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 它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 会去珍惜它呢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怎么样回到生活当中 我们跟土地做更多的连结 当然我们就可以 好好地去珍惜这些食物 那不过呢 还有一个就是 有很多的这些小农民 他们常常在耕作 但是回到了这个 他们要产效的时候 是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支持这些小农 他们可以继续与天地这样子 共同来滋养我们的万物呢 有一句话叫做 以前是以前的禅师讲的 叫生土不饿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跟大地 我们的生命 其实跟大地是非常连结的 你要有健康的身体 就要有健康的食物 要健康的食物 就要健康的植物 要健康的植物 就要健康的土壤 那我们要拜托好的农夫 来帮我们照顾我们的土壤 所以这里 比方说刚刚阿贵师兄 他就很用心的来照顾土壤 但是今天阿贵师兄 还有另外一份薪水 但是如果说他要靠这块土地 生存的话 他怎么生存 他一定要大家一起来支持 那于是呢 大家彼此变成一个彼此 互相照顾的生命共同体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才有办法照顾我们的土地 照顾我们的健康 然后生产者消费者 就像一个朋友一样 彼此互相的支持 那各位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就是 类似用会员制的方式 阿贵师兄呢 他事先估计 我这一年的产量大概会多少 然后呢 我们也信得过他 觉得阿贵师兄 这个人他一定会 好好照顾土地 这时候要不要有机认证 不用了 因为就是这种信任的关系 那些有缴认证的钱 也都省下来 实际上很多小农 现在的有机认证 他为了要缴那个认证费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很大负担 所以阿贵师兄这时候 根本不需要去做有机认证 因为光看阿贵师兄的人 我们就会支持他 对不对 那所以这时候呢 支持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就固定了 我们算我们多少的量 来跟阿贵师兄买 然后呢 我们事先给一笔钱 给阿贵师兄 那阿贵师兄就可以在 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帮我们好好照顾这块土地 那这时候呢 他种出来的米或什么东西 我们就直接送到 那个我们家户 这里还有几个好处 那很多的农民 他们种的东西出来之后 那他自己没有仓储设施 所以呢 他就得送给农会啊 或送给那个大盘 中间第一个价格被剥削 然后中间 为了要种那个好看 又有很多的问题 那用药那些问题更不用讲 但是这时候 我们跟阿贵师兄 直接买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分散到家家户户去 那我们家家户户 我们这个有一个观念 叫常良于民 现在是常良于商 这个在天灾地变的时候会有问题 但是我们透过跟在地的小农合作 然后常良于民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在天灾 未来天灾地变中的应变的能力 那同时也照顾大地 形成一种比较永续的体系 有一句话叫GreenVolt 绿票 我们每一个人买东西 在这个社会上 只要集结起来就是一种力量 那当你只是当一个被动的消极的消费者 人家刺激你怎么买 要怎么花钱 你就怎么花钱的话 那你就会被跟着走 然后你就消费端也会造成很多浪费 整个过程的浪费 无形当中你也去支持它 但是如果我们转过来 变成一个积极的聪明的参与者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支持一些友善的耕作的方式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推动的社区支持型农业 那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我们一起来支持有些小农 这是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在都会区的话 离土地比较远 那就可以去参加消费合作社 那由消费合作社呢 直接来跟生产合作社买 中间就可以省掉层层的剥削 就对生产者也有好 那对消费者也有好 而且他可以计划生产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的话 实际上就在改变这个世界 好简单的一件事 只是你买东西的对象 改变了 这个世界就跟着改变 所以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 然后更重要 再把人跟人连结在一起 因为现有的制度 很容易让人跟人越来越分离 你不用想太多啦 你只要好好赚钱跟花钱就好 但是呢 这个解决的方法 刚好就是在 我们人跟人连结在一起 我们一起看到这个问题 一起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 那很多状况就可以开始了 看到秋一如老师 一直在推销这个小农 事实上在花莲 花东地区 有一些真的已经开始 愿意跟土地做连结 然后呢 有很多的这些小农 他们也以爱护万护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种植这一些植物 当然也需要有更多人 就是以消费的方式 就从生产端到消费端 大家互相来共同配合 这个就是花莲的这个扑门 他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支持小农 但事实上呢 我们很多人现在 认识这个食物的方式 都是透过电视广告嘛 那电视广告 其实它都是在卖食品 不晓得自己到底 吃进肚子里面的是 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呢 也跟土地失去了连结 所以才会有渐渐这种 吃到饱啦 浪费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断的在发生 我们可以在地就地 寻找说在附近 有这样子很诚信的 那它在种植真正的食物的 这样的这个 所谓的优质农民 那我们用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能力 然后来让它可以继续地 维持这个人与土地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观念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再介绍 这个也是采用 自然耕作法的 这个以前是养住户的 洛宏贤 阿贤 他现在呢 除了把这些猪猪变成 生活在天堂里头 事实上呢 他也运用它那一片土地 自然生养 种植了好多 很棒的一些蔬果 剩下两棵而已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三棵 这都要你自己种的吗 当然啦 等一下你们看喔 一般橘子的颜色是黄色对不对 我都不一样 我要保命 像这个啊 这个就还可以吃啊 这就可以吃 再没有坏掉 刚掉了 刚掉下来没多久 一棵下来了 好了 一棵 三棵 最后三棵啊 四棵 四棵 我们一起去吃 很好吃 这个我完全不理他 从焦肥撕肥的都不理他 完全靠上帝去照顾他 还是那么漂亮啊 也是那么漂亮啊 所以那种提供肥都会照顾我们 但是我们要全善念 走吧 谢谢你啊 明年一定要不要让我 不能让我失望 你看 你看 很美啊 这叫淫冰 类似有丁的柚子 对 对 那是淫冰的水果 很甜 我没骗你 真的是这样子 这都是肉胸种的喔 我不理他 我全部就是要给藏地去继续种 对啊 他给他多少浴水 他就吸多少浴水 他给他干旱 他家的事情 但是他的果子 我都不理他 很像柚子的柳丁 但是橙红色呢 越接近果皮这边更红 而且你看 阳光照射之后 哇塞天啊 晶莹剔透 你看我的菜 自然养殖 玉米自然养殖 一滴水都不给他喝 你自己跳鱼舞吧 求天 真的啊 还会这样长得很漂亮 对啊 真的是这样 我都不理他啊 你看我的杂草 我就不给他们喝水啊 我也不 不要你们生啊 还不这样长得多 你看那些 没有一滴水耶 我只有杀种子而已 没有一滴水 就是自然养殖 自然生产 你看这 每一只 都很健康 靠老天爷的恩赐 所种下来的这些食物 刚才我们这个刀子切开 我们看里面水果的样子 这不能骗人的嘛 真是晶莹剔透的样子 而且我们的这个 刚才这个摄影师 也亲自示范吃了一下 也确定这个 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刚才看到 那些玉米跟芋桶 我觉得很感慨 就是人只要 不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这些植物本身 他会在那块土地里 可以找到他自己本身的 牺牲之所 曾经听过一个 这个在推行自然农法的 一个老师 他就分享过 他说你看到那些神木 有谁去把它施肥料 或者是有谁去帮它灌溉水分 因为要大量的生产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给它肥料 然后不断给它浇水 甚至为了避免这些虫害 就给它很多的这些农药 事实上其实一块土地 它如何能够去适应呢 不管是植物或者是这些草 其实它大概要期待 如果期待之后 它可以存活下来 其实都是粒粒会非常的饱满 甚至每一棵蔬果 都是会非常的强壮 那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头 是不是每一口的食物 都充满着能量呢 我们看到这个阿贤 不养猪之后 它开始大量的去接触这一些 不管是植物的或者是自然耕作的一个方法后呢 它也发现 其实在它小时候 它们所居住的环境啊 其实是河流清澈 然后呢 山林很美 甚至土壤都是充满着生机的 所以现在呢 它也采用一个叫做 地路循环的一个农耕坊 寒海 因为我这边最低五度 四度 四点七度 很可怕的温度 以前都没有耶 太扯了 以前我驾过来的时候 海滩一两百公尺都是 退潮的时候 对… 还有那个海滩 海中 这鱼没有啊 这鱼都也海水都在这个 旁边下边而已 就是几年啊 这些退潮还是旁边而已 都没有海滩了 差不多这个情形有几年了 我驾过来有二三十年了 就是 看到它那个海岸线 一直越来越上来 对… 所以说你也了解 就是我们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今天那我没有去看 是我们这就好了 但是你也了解 这跟地球暖化有关系 当然是这样 所谓的水流湿 所谓的尸体恶意的一气 这个一样 丢入河流 其实今天 已经看不到 所谓的精彩的溪流了 我所谓的精彩溪流 是在大雨过后 或是正在下着大雨的时候 那个时候水会暴涨 溪流的颜色没有像现在的 还有一点清澈喔 那时候的溪流颜色是 呈现黑色 泡沫非常的多 合法排放跟 非合法排放 都在所谓的大水一次排放 它们居然还有一只鸭子 它肚子饿了 你还有一只鸭子 它一直猶豫 你看前后都不是鸭子 你看它的鸭 我看它是鸭 到底哪是它下来的 好可怜的鸭呢 整个水域因为创斥了 猪粿跟猪尿 就是变成优氧化 优氧化之后 它就会像这样子 有没有 肝屁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闻到 猪跟尿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然后加上水 就是这个味道 看它跑 等一下被它抓走 你就变成姜母鸭了 因为这边以前水域非常干净 鱼虾非常多 它以前都吃鱼虾的 它是斑鸭 它的脚有扑 它天生就是可以游泳的 在水里面觅食的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 它很想下来 它下来 因为这跟它 祖父祖母的年代不一样 它说祖父祖母以前教我说 水里很多羽毛不会饿肚子 为什么现在我看的 跟我以前 小时候我阿爸阿嬷跟我讲的不一样 以前我小时候踩到溪流底下 那个小鱼会咬你 小鱼会咬你 现在没有了 这对我从这边出生的人 到现在这样改变是很讽刺的 在我小时候 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萤火虫是会从旁边飞过去的 毛蟹是会主动从那边爬上来 甚至我阿公开车载我的时候 我听到喀喀的声音 那都是毛蟹上来 那时候的生态之好 让我们真的是 跟现在无法比 好 这个猪大片冲下去 就从这边下来 你看 然后就成为了一条水沟 我都叫它说 我的河川 把它当做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不会破坏它 我的愿望是希望过不久后 这边一样是萤火从这边飞 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这样 河川很干净 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尽力做 我的冰箱就是 我不会让它流入河川 它在这里不会流到河川 它会 整个摸字形 摸字形躲到这边 就要变井字形 然后大家会想说 我这样每天冲珠大便 水会不会有一天 满起来了 然后留在河川里面 不会 因为土地会自己去吸收 大地就是那么神奇 土地会自己去吸收 所以不用怕说 那个沸水会太满 然后流出来 不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我让大家看到说 我的粪便 顶多到那边 它可以灌溉我种的菜 这是猪猪唯一可以给我的 好像走到哪里都是有绿色的植物 那你都会看到 许许多多的这个小昆虫 那它可能是你小时候的这些玩伴 你可能抓过蚂蜂 看过蜜蜂 甚至被蜜蜂咬过 那无数的蝴蝶就在旁边的飞舞 那是我们跟土地之间是朋友 是我们身处在土地给我们恩赐的环境里面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的确啊 上天有好生之德 那我们不只是要遵送这众生的生命 事实上对于土地 我们更是要有一份 真的是谦卑虔诚的心 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 十亿个律行动 不是十亿个律想法 就是有想法 你没有行动 其实行动很简单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你只要愿意花一点小丝 省一点厨余 少吃一点点 像商人讲的八分饱 两分助人会更好 那或者是你吃素 那骑脚踏车 这些都是律行动 那看完了节目我想 这个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接下来就是要行动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希望能够祝福你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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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